子宫颈抹片检介 民国83年政府推广子宫颈抹片检查至今,女性筛检率依然低落,原因在于女性普遍对筛检的重要性认知不足,不了解子宫颈癌的危险族群而错失及早治疗的机会,以及对抹片检查的过程认知不足,因而害怕接受筛检。 不少人误以为30岁后才有检查的必要,但在性观念开放的现在,大众应对抹片筛检的对象有更多的认识。 一般而言,子宫颈抹片检查是没有年龄限制的,凡是有发生性行为者皆应接受检查,尤其是第一次性行为在16岁以下,早婚或男女双方有一人为多重性伴侣者,更需接受定期的检查。 而免疫力下降也会增加子宫颈癌的发生率。 因此,罹患艾滋病、滥用药物、有抽烟习惯等因素的女性,定期接受抹片检查对自身才更有保障。 更年期过后的女性,虽然子宫颈收缩,依然需要接受定期检验,以防病毒与子宫内颈发病。 女性罹患子宫癌症,以至于子宫完全切除者,依然要担心HPV病毒找上门。 假使因为癌症前期或因癌症而将子宫切除者,便需要定期且密集地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。 即使是子宫或子宫颈,是因为良性肿瘤而切除者,也建议与妇产科医师沟通是否需要做抹片检查。 政府针对子宫颈抹片检查服务有提供相关的补助,所以建议有性行为的女性,即使工作再忙,至少每三年做一次子宫颈抹片检查哦。 目前的预防保健服务为提供30岁以上妇女子宫颈抹片检查服务。 子宫颈抹片检查完整过程多半不超过6分钟,其中采样过程仅15秒。 不但快速且对人体无任何伤害。 在检验中,采样人员会将阴道扩张器以生理食盐水润湿后放进阴道,以检视子宫颈位置。 接着利用抹片棒或采样刷采集子宫颈细胞样本,快速涂抹于玻璃片上并固定,完成采样。 简单介绍过子宫颈抹片检查后,我们将说明在采样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。 现在请您点按左方选单继续课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我们下期节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